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尔一间医院在门口设置四个检疫电话亭 医护只要把手伸进洞里裁剪 短短三分钟就能完成 一天最多能裁剪70人 比过去增加七倍 消毒时间也大幅缩短 各国除了毛起来生产试剂 首批疫苗人体实验十六号也在美国写下历史 研究团队将针对四十五名自愿者进行六周研究 但要等到疫苗普及还需要一年到一年半 全球努力和病毒赛跑 该是领头羊的WHO一路以来却只会马后炮 让人疑惑当初若没轻呼疫情 何来如今天下大乱 三里新闻时段报道